女人拿着手机故意让劫匪抢走,还在装作十分着急的样子,当劫匪还在幸灾乐祸时,手机突然打来视频电话,男人吓得赶忙一脚急刹车,没成想女人的父亲竟然是一名警局局长,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局长直接说出狠话,你摊上事了,接着便挂断电话,这真是提着灯笼上厕所找屎,于是劫匪一脚油门,赶忙把车子又开了回去,安娜吓得称自己再没有值钱的东西,转身就要跑,却被劫匪一把拉住,想要把手机还给他。 可没想到安娜竟然拒绝要回手机,并表示早已报了警,不想劫外生枝的劫匪赶忙向女人道歉,并且请求他放过自己。 不料这时警笛突然响起,劫匪顿时不知所措,紧接着波波乐赶到现场,发现竟然是局长的女儿被欺负,二话不说就想给劫匪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安娜话风一转,竟然说劫匪是自己的男朋友,还说跟父亲只是一场恶作剧。 得知真相后,波波乐无奈地转身离开,劫匪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不停地向女人道谢。 而此时,安娜竟主动邀请劫匪共进晚餐,还没等他开口拒绝,安娜提醒劫匪好自为之,拍了一下肩膀直接离开, 殊不知她的噩梦刚刚开始,晚上安娜带着劫匪,陪局长父亲一起共进晚餐。 餐桌上安娜表现得跟男人十分暧昧,声称两人恋爱已经半年多,而且肚子里也有宝宝了,听到这一消息,局长蒙住了。 劫匪也是一脸惊讶,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没成想抢个手机,居然要把自己搭进去。 想着不着调的女儿父亲起身走开,没想到拿出珍藏多年拉菲,准备好好招待劫匪女婿。 看着岳父大人亲自道酒,劫匪二话不说,直接一饮而尽,随后借着酒禁赶忙如实交代,称自己只是抢了女儿的手机,是安娜强迫自己冒充男朋友。 他怀孕的事,根本不关我的事。 父亲得知又是女儿的恶作剧十分气愤,还没等安娜解释,便被父亲赶了出去。 紧接着,局长拿出劫匪所有的犯罪资料,告诉男人之前抢劫大概会被判入狱五年。 现在再加上欺诈局长继续加刑十年,男人顿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抢了一个二手手机,竟然要入狱十五年,劫匪紧张的腿都快抖断了。 局长告诉男人只要上交五十万保证金,就可以免除牢狱之灾,之前的罪行一笔勾销。 局长狮子大开口,劫匪废子都要气炸了,立马拿起手机拨通报警电话,揭发局长的罪恶行径,没想到一旁的局长却十分淡定,不慌不忙地品着小酒,看着劫匪揭发自己,男人挂断电话,气愤地对局长说,称自己宁愿坐牢,也要揭穿你的肮脏嘴脸,这时安娜一边鼓掌一边走出来。 还说男人做得好,原来女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给劫匪好好上一课,让他体会一下犯错后的严重性,虽然这个做法有点荒唐,但的确非常有效果。 劫匪有了这一次经历,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误入歧途,所以做事千万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否则等待你的将会是牢狱之灾。 女孩发现了什么,水里放出亮光,正当她看得出神,突然脚下一滑,刺溜掉进了百米多深的泳池里,随着不断下沉,她看见了像人一样的脸庞。 女孩吓得冒了泡,这时沉好跳入水里,迅速就出了安娜,即使出了水面,但安娜依旧没有平复恐惧,还一直喊着水里有东西,家人只觉得她是受了惊吓,可她清楚地看见,下面那个东西用眼睛盯着她,为了一探究竟,晚上两人拿了一瓶鱼罐头,扔下去了诱饵,却没有发现什么怪物, 可当蜡条掉入泳池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一个长着美人鱼尾巴的美人鱼,正向他们游来,而且还会说汉语,这把女孩惊得叫出了海豚音,还好美人鱼也是见过世面的鱼,礼貌地展示了一米长的小尾巴,见美人鱼这么可爱,安娜还大胆地摸了下,那感觉被爽,美人鱼开心坏了,还为他们表演花式跳水,很快几人成了好闺蜜,这时管理员听到声音,他们只能明天再见,可第二天,俩人临近中午才醒,发现泳池水已被抽干, 美人鱼也凭空消失了,正当俩人猛圈时,仓库发出声音,他们打开一看,果然是长得很美的美人鱼,但此时他已经长出双腿,原来有太阳尾巴就变成腿,但如果黑天或者沾了水,腿就会恢复成尾巴,突然天空乌云密布,是美人鱼的爸爸催他回去成亲,可他只想找到真爱,此时一个帅气男神出现,他急不可待地跑了下去, 你爱我吗? 安娜怕露出鱼尾吓到男神,于是快速开船,这把陈豪整猛了,这女孩也太特别了,更是心生情愫,好容易上岸,同伴把他带到郊外的水塔,虽然只有仪式一停,但也还算宽敞,第二天,他们在天桥约会,安娜满心期待地问, 陈豪有些犹豫,觉得俩人速度太快了,女孩没有等到那句话,伤心地落下眼泪,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女孩被推下海里,双腿变成鱼尾,很快蜕变成人鱼模样的美人鱼,男友见状大吃一惊,看着美人鱼被漩涡吞噬,他立刻跑路,两个女孩不顾一切跳进海里,他们想拉回安娜,可是风浪实在太大,好还抓住了一个浮飘, 闺蜜提议用自己的愿望,可陈豪并没有说我爱你,而所谓的爱不一定就是爱情,两个仅认识三天的女孩,不顾生命危险来救自己,这就是珍贵的友情,安娜感动地流下眼泪,她的泪水滴到海里,一时间整个世界又恢复了平静,是他们证明了,这个世界真的有爱存在,最后陈豪也赶了过来,他不但没有嫌弃女孩的尾巴,还表示要保护他一辈子,这便是美好的爱情,看完这部电影,你真的相信有美人鱼的存在吗? 核饭用50度的开水洗澡,可诡异的是,水管上的绿植慢慢迅速生长,竟然挡住了水流,核饭感觉不对,抬头一看,吃了一下,核饭成了核饭,另一个核饭照镜子,发现脸上长了奇怪的绿豆,正在逐渐变大,她吓坏了,赶紧用粉底液遮挡,不想让人发现,等闺蜜回来,她早已躲进被窝装做睡觉,安娜没多想,也关灯休息,可就在这时,书桌上的绿植快速长出枝叶,只用了几秒钟,就盘满女孩的全身,压 她的安娜喘不过气来,下一秒,女孩蹭的一下做起,妈妈咪啊,还好是一场梦,可水滴的声音,引起安娜的注意,原来是从闺蜜的床铺留下来的,而且是墨绿色液体,弄得满地都是,看得安娜头皮发麻,她谨慎地拿起一根木棍,好奇地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没想到的是,闺蜜身上已经长满了植物,再定睛一看,那小多肉还在往外窜 很快警方把凉透的盒饭抬走,现场遗留下的绿植,引起他们的注意,随后问了理财专家 看着像是螺子植物,但螺子植物的根部不是这样的 而警方又在校园隐蔽处,发现了第三份盒饭,这让事件变得越发诡异,而第四个香喷喷的盒饭马上来了,女孩被花瓣扎了手,而她不知道自己很快成为盒饭,刚走三步就产生了幻觉 她看到操场上的同学都被植物感染,逐渐变成绿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男友的摇晃下才回过神 诡异的是,被花瓣扎伤的手掌出小草,女孩忍着疼痛,拽出了小草的树根 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学校发的盒饭太多,有可能是传染病 防疫部门封锁了学校,要求全员去做核酸检测,而这时安娜发现,病毒已经扩散到手臂 于是她躲了起来,可还是被警察发现带走,并注射镇定剂,没意会女孩全身臭畜 警察强行把她按住,这时病毒已经扩散到全身,女孩逐渐没了反应 经过检测,确定第四个核饭已成核饭,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植物的DNA与女孩的DNA匹配度到100,就在他们把安娜装进塑料袋 抬走准备火化时,一个警察上前阻止 因为她发现,短短几秒钟,尸体已经透过袋子流出粘液,就像番茄汁一样 为了一探究竟,警察打开了袋子,太诡异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被疯涨的植物,紧紧缠住脖子 很快领了盒饭,外面的警员听到声音马上赶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数以万计的病毒,以右眼不可见的速度,慢慢地快速扩散 城市被可怕的病毒彻底覆盖,难道就没有人类存活了吗? 那么这病毒从哪来的呢?又怎么会传染到人的身上? 电影花季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值得一看的科幻惊悚片 这把钥匙太神了,只见女人打开厕所的门,瞬间进入了万达广场 随便拿了十套衣服,选了最便宜的一身 她又把钥匙插入室衣间的门,一下来到了珠宝店 看上价值两亿的项链,酷吃砸碎玻璃,任凭警报声响起 她却不慌不忙地拿起项链,潇洒地推门离去 等保安赶来时,门后连个人影都没有 女人已在千里之外戴上了项链 另一边男孩掰开金手镯,也发现了一把神奇钥匙 于是许下一个奢侈的愿望 随后她将钥匙插入门锁再打开 竟然真的到了冰淇淋店 在拿到香草味的圣袋后 店员管她要三美刀,她脸不红心不跳的 又用钥匙回到房间,真是个省钱的小天才 到了晚上,男孩又听到钥匙说话的声音 随后她在下水道里,又找到了一把神奇的钥匙 看着钥匙带着小镜子,她来到镜子面前,把钥匙插了进去轻轻转动 可打开一看并没有魔法,就在她失望地关上门时 镜子上突然出现个钥匙孔 博德毫不犹豫地,把钥匙插进去旋转 妈妈咪啊,镜子里出现另一个自己 并示意男孩跟她进去 男孩谨慎地,把手伸进了镜子里 可她觉得不对劲,又把手拿了出来 聪明的男孩找来妈妈 奇怪的是,里面又出现个诡异的妈妈 她眉睛受住引诱,不过男孩的呼喊,静直地走了进去 女人中了鞋,竟然直接穿过了镜子 诡异的是,里面出现十个自己 镜中人向她招手,她还继续向前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才发现异常,镜子里有两排跟她一摸一样的人 面带笑容一步步向她走来 惊讶的女人慢慢地伸手,想触碰镜子里的自己 可下一秒,镜面破裂 此时的女人才如梦初醒 大声呼救,男孩买出祖传的大绳子 找到家里的哥姐,来到镜子前 哥哥也被镜子里的自己搞得一脸猛 不相信是真的 大男孩健壮就要救母亲 却被弟弟叫住 他们把绳子捆在哥哥的腰上 这样就不会走丢 随后哥哥也走进镜子 只走了0.99米 就看见年轻的妈妈向她走来 伸出左手放在镜子上 她想伸手去拉 可谁知碰碎了镜面 瞬间出现无数个母亲 大男孩慌得一批 她也分不清妈妈在哪个方向 而镜子里出现的白骨 更让她惊恐万分 使劲砸向镜子 不停地呼喊母亲 这时她听见母亲的回应 慌乱中泰勒闭上眼睛 通过声音辨别母亲的位置 两人终于摸到了彼此 镜子外两人拉动绳子 才救出母亲 第二天男孩又找到一把钥匙 她尝试打开家里的门锁 可换了几个门都不行 于是她来到钥匙店 想找老板帮忙 当男人转过身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脖子上竟出现一个钥匙孔 伯德拿起钥匙想要插进去 此时老板却突然转身 给了她一罐钥匙 让她全拿走 男孩回到家里 把钥匙对准了自己的后颈 男孩把钥匙插进脖子上的孔 身体瞬间被锁定 而身后还出现另一个塔 以及一个神秘箱子 她好奇地打开箱子 路过房间的兄妹俩 发现弟弟有些奇怪 走近一看 伯德一动不动 这时箱子里的伯德叫他们下来 眼前的一幕 让两人大吃一惊 蹦蹦跳跳的小孩 是伯德快乐的源泉 原来他们来到男孩的脑海 他们竟然看到已经去世的爸爸 这只是男孩记忆的片段 随后他们出来 男孩拔掉钥匙 恢复了正常 这神奇的操作 把姐姐看待了 忍不住抢过去带为保管 他也打开自己的脑海 邀请哥哥一同进去 里面有一个代表恐惧的情绪 他突然冲出来 推倒并且打伤了哥哥 情急之下 他拿起钩子 酷吃一下 刺伤了恐惧情绪 从此他开始化妆染发 变得自信又张扬 杀死坏情绪的他 简直像是脱胎换骨 这让哥哥羡慕不已 他也开启了自己的脑海 拿起一本上下五千年 扔进了象征记忆库的门里 弟弟随便出个难题 他瞬间可以倒背如流 有了这神器 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 一转头就开始撩妹 冤博的学识 瞬间俘获美女的芳心 此时的兄妹俩好不快活 可谁知意外发生 恶魔抓走了伯德 要他找到所有的钥匙 这是每句致命钥匙前四集 创意很奇特 每个钥匙都有不同的奇妙用处 适合带小孩子一起观看 但是原片剧情托尼带水 设定的悬疑惊悚气氛 也没有展示出来 只看伯德找钥匙的故事线 还是挺有意思的 想知道细节的 可以看原片